那另外一头这个信息含量也很大 我觉得中国做这个动作也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海事局 在你看到10月15号发布 发布了军演 时间是什么呢 10月16号的清晨6点 到10月18号的下午6点 换句话说到此刻还在进行当中 黄海进行了军事活动 大家知道黄海就是朝鲜半岛旁边那个海吗 那这样子一做呢 是不是就封闭了南北韩可能交战的海域 它就防止这个战事外溢 那大陆有很多自媒体 对于这个这个行为傲然讨论很多 对南北韩来讲 中国在黄海的军演 无疑起到了一个缓冲弹的一个作用 暂时阻止双方可能的海上摩擦 所以我问你在朝半岛这个紧张 我们除了讨论北韩南韩 更应该讨论的是这些大国的动态 哪些大国希望他们打起来 哪些不希望 这个利益关系的分布是如何 那炸毁这个铁公路 就是北韩认为南韩的无人机三度入侵 他如果说警告 那这个没有改善 没有改善就炸毁 一个是金基线 这个从金基道 到那个北韩的 北韩的新翼州 所以叫金翼嘛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去过38度线 我就忘到了 这个金翼线是到开城工业区 到你在38度线就看到开城工业区了 那个建筑非常的密集 然后在2020年的6月 那个联合南北韩的在我们讲的这个开城工业区 联合办公大楼就被炸毁了 直接炸掉 没有看到整个垮下来嘛 对直接炸掉 然后现在炸毁了是铁公路 然后另外一个东海线 东海线是观光线 对它比较靠近东边 那观光线它两个都炸毁 就是两个连外的 两个连在一起的 你看这个炸毁的画面出来 当初看到开城工业区 是整栋大楼垮下来嘛 这次影片也已经释出 其实不止如此 它不止炸 因为炸的话 就是那个路整个垮下来 它还动了这个挖土机 干脆把那个路机全部挖掉 你就知道那个决心有多强 然后建了加固设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那个朝鲜半岛 这方面的树炸事情蛮重的 这对立的气氛蛮重的 你看它六个 北韩下令了嘛 它六个火炮率 通通不死不好 而且它那个炮 炮弹放上去 待命发射 待命发射随时可以发射 它这个变成最高戒备状态 南海也有应对回击 那没有应对回击 可以应对回击 但是问题是 这个万炮启发还得了 这真的打起来 这个最怕最怕插枪走火 是会吗 会插枪走火 当然不会 大家都要克制 不克制的话 整个朝半岛的话 打起来 那不得了的事情 因为这跟乌克兰战争 谁都输不起 那谁都输不起的话 不要忘了 有一方是有核武的 而且说实话 这个地理位置相当敏感 尤其是北朝鲜 我们看到他跟中国大陆是接壤的 然后另外 对 因为我们知道 你看这个十一国 他有 在这个三十八路线南边 有一个联合国军 联合国军每天举行升旗典礼 我们可以看到 有联合国军的军旗 有 我们知道有朝鲜半岛 有南韩的国旗 有美国的国旗 还有联合国军的军旗 都输在那边 每天都举行升旗典礼 这个他们已经开这些会 表示说这方面蛮 蛮紧张的 你不紧张 他这个十一国干嘛 在那边开会 联合国军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朝鲜半岛这个 这个速杀之气是蛮严重的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 对 在黄海 黄海你看 在冀州岛的西边 还有冀州岛的南边 你看他划设一个演习区 那刚好在黄海 黄海朝鲜半岛叫做西海 那日本海 朝鲜半岛叫做东海 这个就在西海 那就是这个 我们讲到黄海 那黄海是战略水道 那里面 黄海一进去的时候 就是渤海湾 那是对中国大陆 是他的生命地带 所以他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建立缓冲带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他要做管制 他不做管制 万一 这个朝鲜半岛真的紧张 到了有一个有 一发不可收拾 中国大陆这方面 他们有没有戒备了 已经划设这个缓冲区了 这个地方是他演习 演习的话 中国大陆参不参与 他在那边做戒户 换句话说 不要忘了 你这战争不要外溢 最重要的是战争不要外溢 你如果朝鲜半岛有战争 不要外溢 我在这边做演习 你在你的半岛这边做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打海战 你在我演习区的北边做 你不要到我的剪辑区的南边做 要在冀州岛一条连线北边 划进来 从这个态势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美俄在后面 双方有恐怖平衡的效果 但是中国在这里 可以说是踩了一个小刹车 画了一个这个缓冲区 好那我们再来看日本 我让韩冰来谈一下 第一个是大陆海警局公布 十月十五号十六号这两天 日本贺丸号渔船 进到了钓鱼岛的这个领海 那当然这个中国海警在这里是 三百六十五天 几乎是不间断嘛 就立刻采取了这个管控警告驱离 事实上类似的讯息 大家并不陌生了 三不五十就来一次 要不然就是日本发布 要不然就是大陆海警发布 他的讯息含量都很短 当然比较不像菲律宾那种动作片 会带记者上去 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新首相石破茂 过去向来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 不过压力也很大 因为最近的刚好是靖国神社的秋季大季 那他就以这个首相的名义 供奉了祭品 但是供奉祭品却没有亲自参拜 虽然如此 当然啦 对于大陆网友来讲 还是不买单 今天把他骂翻了 但是你怎么看 他还是跟之前的 我们看到不一样 他毕竟没有自己去嘛 所以你认为呢 他释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意图 我觉得石破茂 其实他所处的环境状况 跟安倍当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第一个自民党现在危急重重 他很可能 这一次在国会赶选之后 他可能会变得没有办法单独过半 他必须要跟其他政党联盟 他才能够稳住执政的位置 所以他不能够再一意孤行 他必须要去考虑到很多其他派系的想法 所以他不能够再走某一点极端 实际上石破茂刚上任的时候 讲了一堆很不适当的话 比如说他要去美国建自卫队基地啊 要去搞一些有的没的啊 我想那个内部已经招致很多反弹了 所以他现在必须要走回一个 相对中性的一个东西 那我是觉得怎么会有人认为他亲中 我是觉得很奇怪 老实讲不管他内心到底怎么想 他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就不可能会亲中 他顶多只能说没有那么仇宗而已 就是跟他前几天比较之外 他只是没有那么仇宗 他不可能亲中啦 我跟你讲我直接说吧 以现在的态势 如果你是亲中的人 你当日本首相大概当不了几天 有一点啦 就是说对于这个中国领导人的这个访问 其实他是表示赞成的 相对于他的这个同党内都是反对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我相信石破帽是希望至少在近期内 是要缓和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 至少不要直接产生冲突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试着再做出一些努力 但这个努力动作也不能太大 因为你动作如果太大 马上会被人家说你亲中 所以他必须 他必须要是一个站在日本利益的角度上面 去做某一些动作 所以又不能亲中也不能太抗中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动作嘛 这个靖国神社很敏感 还是不能不供奉祭品 但是他也不去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做了一种 算是一种折中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好啦 因为日本 日本说真的这种东西感情是很微妙 日本本身也是很纤细的 那至于说15到16号 这一个渔船到钓鱼岛 我必须跟大家讲 第一个我要跟台湾的某一些媒体抗议 就是台湾很多媒体直接引述这些新闻的时候 因为是日本那边发的新闻嘛 好像是共同社发的新闻 结果呢 他们就直接照着日本发布的新闻说 这个解放军的船舰进入日本领海 我拜托你好不好 你就算你再怎么抗中 再怎么讨厌中国大陆 那是中华民国的领海 是啊 你是忘了这件事吗 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脑袋里头不知道装什么 像前一阵南海那边先兵交也好 仁爱交也好 这个大陆跟菲律宾在对峙 结果很多人在那边幸灾乐祸 讲了个半天 你是忘记那边是我们的领海 是我们现在自己无能 没有办法去保卫海江 结果你们一副好像吃爆米花看戏一样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现在连我们自己的媒体都忘记 那里是我们的领土啊 大哥不要再乱写了好不好 然后我必须讲啦 接下来 他大概日本大概每隔三五天 就会看到 正常的状况 他就会一直出现 以后我跟你讲接下来 就是大陆在钓鱼岛这个地方 他会用的是所谓的海警船 他军舰大概比较不太容易过去 可是在台湾这边呢 他就是海警船跟军舰不断的绕 所以他就是以后要造成 一路从钓鱼台那边一路连到台湾这一块 全部都是他的执法范围 然后久而久之就让国际承认 那是他的实质管辖地区 这就是大陆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看台湾跟日本怎么应对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合护你 合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